仅是吸收了他闭关的一丝气息 我们竟然能幻化成人 手工纱都过了 还装什么仇 不如我们双胸统统统统 早日登峰教席 守在这迷惑我们心去 我师父常白山真人 用婚约定下了手工纱 他后悔了 除非 除非你的夫妻 我师不是臭 滨海刘家 刘姑爷 您好大的儿子 竟敢思思脱身 没为我师父定下的血清分 你刘家 毕造大气 怎么样 我说这个吧 还不愧 等我说什么 完了 天剑小吃 我必须去一趟避害 小姨 怎么是你 你来了 我正要找你 哎呦 小姨 我先忙着呢 婚书出问题了 十二下次会遭天气 我之前就跟你说过吧 你能破失不定的婚约呀 根本就不靠谱 你现在跟我去 我给你物色了一个大美女 大美女 小姨 你别闹了 你是去 还是不去 你 去去去去 去 店主已经出山 你好好珍惜这机会 另外 举办一场举世瞩目的出山宴 让十二成接待 遭命 相亲 你还是他吧 我要提前说一下 我这个人 性格差 脾气不好 刚从山上面下来 我没有工作 月薪为零 而且啊 大夫说我胃不好 只能吃轮饭 所以说像你这种 要长相 要身材 不必要解释 我喜欢干腿 你这腿 自我介绍一下 刘婉鱼 年收入家族分红 大概十个亿左右 十个亿 你这条件相什么亲啊 抱下 你的 身高 172 172 谁中 53 三位 你这是在相亲吗 你这是在面试 快去 91 63 91 91 63 91 不好意思 婚书上没有你的名字 你的第一轮便是能失败 回去等通知吧 你 你混蛋 你叫什么名字 我行不更名作不改姓 没有 姐夫 我 完了 老姐 你与我女儿情投一科 不如找个日子 约上你父母 我们好好谈谈婚事 没问题 就说 这次我回中州 就与我父母说前此事 好好好 小座 我听闻有一个神秘人 二十年前与柳家 有过一门婚约 是有过 不过那都是 我们家的所为 是呀 浩姐 我爷爷都老年吃呆了 才会听信那些神棍的鬼话 说什么 只要地下婚约 便可保江城十二家 举世无双 这都什么年代了 谁还会信这些呀 我跟那个林阳 连面都没见过 这么多年 说不定早就饿死 原来如此啊 没错 这事啊 都是刘老当初糊涂 不作数 只要蒋公愿意 一重婚约 随时可为 好一个当初糊涂 便不作数 你柳家 凭借着我师父 自斩神脉 定下的月经婚约 步步高盛 如今 闲鱼翻身 就敢背信起 你就不怕 没了这婚约的束缚 你柳家 遭受灭笔之灾 你是何人 竟敢擅闯柳家 看如空车旁边 我就是你女儿的血 环陪 林阳 你就是林阳 果然和预料中一样 穿着破坏的 一副乡下土狗的打扮 就你 凭什么做我永无焉的 婚配对象 那房门也想吃天后 柳阳乃柳家千金 高贵之趣 其实你这种乡下来的土狗 可以是很值得 只有我 中州蒋家的继承人员 才有资格回如今 森的去 你也看到 我女儿和蒋南公主 情投一合 你就不要棒打冤 我棒打薛丽 对啊 你现在 不就想拆下我 李如焉 你真的是太看得起自己 我林阳若是小 就算是农作上 也会抢着把子女嫁 更不要说 若你违背了血气 提前补身 已不是出谋 你便更配不上 黄我 老柳家 如今风调雨顺 要钱要钱 要权有权 那害生 当时我会第一家 马上 更是要与蒋家 结成联姻 问领中州 没错 我看你这个相对来的土狗 不懂大城市的强权 到底有多深 多刺得你畏惧 如今我蒋家与柳家共警队 哪怕是柳家出了什么事情 我蒋家也自会出手 祝一切 挡住 躺币也能挡车 鸡蛋也敢挡石头 柳若燕 我今日只问你一句 你是否 拟前破身 是又如何 你才不会真以为 不会现在什么破婚约吧 姐 你怎么能这样 对错不分 不懂感恩 你这个赔钱货 怎么跟他一块回来的 姐 这二十年我们柳家能发家 全靠林阳师傅 自斩神奈 地下雪梯挥约 才过得我们风调雨顺 才是大涨 如果我们现在毁约 一定会受到反射 放 吃你个爬外东西 我柳家闹今日 全靠五位自强 爸 你不要执迷不悟啊 我就不嫁 要嫁你家 好 我嫁 你现在毁约 必定会受到反射 你不顾虑家 我来护 好感你也是国外留学回来的 怎么会信这些破迷信的 你再说一遍 我说 姐不嫁 我嫁 你 你是否气死我啊 来人 我能够了 轰出去 不 把他两个人扔出去 是 花拳秀点而已 早过时了 丁阳 别占了你的功夫 就往他这里横行霸道 如今这个时代 容不下你这个山上下来的带 柳家 这便是你的带克之道 吃不香吧 三年以后 龙殿殿出山了 中州十二家族齐军堂 正与 商量一起退婚 我看你的失望 当初是如何跪着 祈求我师父定下这婚约子 兵害柳家走投无路 家破人亡 求长白真人出手 求我柳家与水火之中 宣承赵家白费戴信 求长白真人出手 救赵家与水火之中 救我李家与水火之中 救我王家与水火之中 我柳家愿安前马后 此生 愿孝 全马之劳 愿孝 全马之劳 滨海柳家 山兴土木 皆其十二城中 柳家为兴建之中 宣承赵家 擅长渔业 为江海之路 临承李家 擅车马走过 为航运之主 柳仇王家 擅长渔业 为士快之 作为十二家起家的代价 这十二份婚书 二等须持有到 五徒二下山 驻他动过天劫 接近若提前失身 必遭天劫凡事 无人能敬 说明 你理解 天谴教职 天作孽游客 自作孽 做客户 姐夫 你先别生气 让我姐再好好想想 说不定 她就知道自己错了 小姐倒倒看看 能有什么天谴 神能够而已 能遭什么天谴 要知神在天上 不在人间 如今我柳家风调雨顺 如果说是功了 那也是江城守护神的功能 我都说了 这守护神会用江城平安 为我们柳家平安 不能靠近的 爸 我没靠近 是他自己叫下来的 难道 这家伙说的是真的 我们柳家 真的要遭了天谴吗 真的 柳叔 这都什么年段的 还信那些东西 这灵羊的傻子 就是抗敬中州 最近发展的好 所以才想故意抄弓 第五百鱼 真是羊皮巴尔狼 说是灵羊 至今退 我们柳家 倒是可以送他一段前程 可是 他锋芒不落 非得让我们柳家 给他师父道歉 我们柳家 可不是当初的柳家了 柳叔 三日之后 龙天殿处出山 张家亲友 据说张家会带领 上京四大家族 一同迎接龙天殿处 这只交情案 十二家都有 三日之后 将是中州十二大家族 二十年来 第一次举手 好好好 不愧是讲少 那柳叔 我就先行告绝了 回去我家 我以如烟之事 告诉我父母 好 可颜 送一下上 三日后十二大家族 一起退婚 好 柳叔 走吧 好 哎呦 不好 头子 你这是怎么了 爸 退婚 这婚不能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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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连这跨海大桥 都快进攻了 这跨海大桥 一旦建成 你们柳家 作为项目的操刀手 其地位 财力 将会是 更上一层楼啊 哈哈哈哈 这跨海大桥 上亿的项目 一旦落成 这柳氏集团 可就不只是 滨海作山 不这么简单 嘿 哪里哪里 两位啊 就不要笑话我 刘某了 谁不知道你们 靠着高新产业 赚盆满 博满 如今凝烈 不不思绑 与你二位相比啊 我柳氏集团的发展 还欠缺 些许火候 全对了全对 林洋到 他还真咋来 自寻死座 一个臭乡妈佬 居然真敢来啊 天地之间 还没有我林洋 不敢去的地方 你一个乡小来的废物 究竟是谁给你的勇结 林洋 你原本从我柳家离开 不再继续纠缠 还有机会活命 可你却选择来此 这里不是你这种 凡夫俗子能来的 今日龙殿出山 十二城 受张家号令 齐聚于此 我知道 知道还敢 知道了你还敢来啊 你又是那个 林洋 我还以为是什么 石破天惊的人物呢 原来就是个臭毛头小子呀 没想到 二十年前 若中州十二家族 并有婚约的对象 竟然是这样的狼狈 如此的寒酸 想必是按你的生活 很辛苦哦 哈哈哈哈 林洋 你真有勇气来死 倒是让我对你刮目相恨 只可惜啊 过刚一时 刮目一腔热血 只怕你显得 更加愚蠢 今天这种场合 是店主出山 真龙献士 像你这种臭鱼烂虾 应当 敬而远之 你试试 林洋 这位可是凌晨 李家家主 凌晨第一犬式 我劝你说话 放尊重心 林洋是吧 今天可是上中张家 为请 龙殿店主出山 举办的出山宴 本来这种场合 非豪门者 非权贵者 非身分尊贵者 不可入 今日之夜 由上金张家主 宴请中州 所有顶尖权势 对他们来说 这是结交权贵的生活 对你来说 就是刀山祸害 你谈虎穴 今日你有命入局 不一定有命出去啊 区区一群蝼蚁联合在一起 也敢言刀山 敢抽虎穴 倒是你们 十二年前凭借着血系婚约法奖 今日退魂 必遭天前反射 少在这里妖言慌重 没有 这都什么年代 我争得给你两块钱 让你去坐轮标车 看看这个城市 都发展成什么样 什么狗天前 若有天前 尽管朝我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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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你怎么了 爸 帮助 灵药 是你搞的怪 违背了血气婚约 你爸吐血 那只是刚刚开始 还要干什么 给你们一炷香的时间 若而等还是执迷不悟的话 天前将至天地不容 传说中的血气反噬是真的 何要装身弄鬼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还搞这些把戏笑话 现在是二十一世纪 哪来这么多血婚约 我爸本来就高血压 高高明明就是被你给气 林阳 我发现你这个人真是没下线 为了让十二家族不退婚 入坠豪门 就编出什么所谓天前 你以为这样就能留住我们 这样只能让你变成跳梁小丑 有此如焰 你实在是太看得起你自己 若不是我师父的婚约 你我之间 怎会有这一丝的因果关系 至于你们中中十二家族豪门 若不是五年前 我师父自战神脉 你们怕是如今 要饭都抢不到热 大板黄铜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 敢对我们十二家族不敬 以后在整个中中 再无你容身之处 林阳啊 真不知道 该说你蠢还是说你聪明 说你蠢吧 你竟然还知道 借着农店出山 这种机会 还不同情 说你聪明呢 你竟然把十二家族 这些年的努力 全部归功于你师父的一纸婚书 真是让人好气又好笑 我归功 我且问你一句 我所说的话 哪一句不属实 你们刘家 若不是当年的机遇 你刘家属辈 不过是工地上搬砖的鼓劲吧 哪来的什么滨江式的劲 笑 稍往自己来看天气 你李家 若不是当年我师父那天赶病 你们临城李家 还在江城开着出租车呢 哪来的什么物流龙 放肆 老子的江山 是我一步一步打出来的 还有你们赵 若不是当年低头下跪 你们赵家在东海 不过是沿街的鱼饭 一身的鱼腥脉 永生永世 本身鱼 他越不了龙脉 披风珠子 你 还有你们中州的十二家族 哪一个不是和我师父牵你了 血迹婚书才开始发家 若不是我师父 降下这黄恩浩大的机遇 你们赵 柳 狐 李 美楚王孙 故意旁疆 十二家族 皆为龙翼 你们其中的有些人 要么死 要么跪 要么沦为社会的最底层 永世不能翻身 你们今天 记住了 人可无智 可无才 可无知 但万万不能万恩赴义 今日 儿等退婚 弃我师父的血气于 天前 必将 天前 亲至 天前 必将 亲至 哈哈哈哈 林扬 你吓到我了 我好怕怕呀 你是不是想让我说 我的好宝贝 我不退婚了 我该跟你在一起一辈子 可惜呀 我说不出来这种话 十二成能有如今的辉煌成就 靠的是我们自己的偶心力学 你想在这儿强阻我们的功能 休想 对 一直以来 我赵家能有荣尽的慧获 靠的是我们赵家每一个人的心血 你一举二成 我倒要看他 退一招 能有什么天前 我李家曾经是开出租车的位置 但是我李家挣的每一笔钱 都是干干净净的血汗钱 至于天前嘛 说真有天前了 他随便来 我李家不信天命 对 王家不信天命 不信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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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柳如烟 正不信天命 如今我柳家手握跨海大桥像 上千亿的工程 这可是无数家族做梦都陷不来的 若真有这天命 天命 也是站在我柳家这边 来人 柳如烟 你现在手里面是你们柳家全族人的姓 我劝你握紧了 不可救药 林阳 真大你的狗里 看得清楚 这就是二十年前 你那神棍的师父 骗我爷爷签下的血气昏约 今日 柳如烟 当着终究十二层 所有名流之面 向会昏 柳如烟 你最好想清楚 我不想想 我倒想看看 这天命能奈我柳家作何 先祝我 住手 这婚不能退 成有守信起 败有弃义中 一念生 则万事荣光 一念念 则十二成亡 你们可知 他是谁 你们可知 他是谁 你们可知 刘宛玉在胡说什么 姐 这婚不能退 这铁链不能斩断 这是柳家和那位山人最后的羁绊 这是江城守护神降下的天旨 就连上天都不答应 江城守护神 我们江城人人共重 他老人家是个这么多年 又降旨意了 退婚 折死 这真是天旨 真是笑 既为天旨 为何只通知你一个人 我才是柳家敌女 更何况在场的各位家主都没有接到通知 你一个黄毛丫头 凭谁 凭他称慧 你们在座的各位 愚昧至极 别觉得 就凭你 也想阻拦我柳家 白齿干头 蒸蒸日上 刘宛玉 平日里你不帮我就算了 现在你还要阻拦我是吗 姐 你自己看 我还当是什么呢 不就是 你不知道从哪里搞的这么个破卷轴 这种乡巴郎 你还为他说话 我真为你这些年读过的书 感到迟鱼 更为和你同书有嫁 我感到羞愧 你少拿这个拉胡我 别影响我追求自己的东西 刘宛玉 你脑子是真有问题啊 我只是帮礼不帮亲 我更配得上你姐 这就是你 你只看不上这个乡巴郎 就不应该履行诺言 这便是礼 别的我不知道 但山人当初以血为祭 以命为瘾 这才是礼 自斩神脉 才换得十二成荣华不贵 我们十二成就应该履行诺言 这才是礼 不履行诺言 天妾当智 这也是礼 好烟难劝 该死之人 举头三曲 有生命 都要看看 这哪来的神明 弄乎我的天气 有些东西 以你卑薄的见识 一旦见到 就连后悔的机会都 灵阳 归根结底 你还是不想我退婚吧 与其在这胡搅蛮缠 不如跪下好好求我 我退婚 姐不行 我留住烟的未来掌握在自己手里 看看吧 哪来的天险 难道这运营真的是假的 不是古堡 时候不高 三夕之后 天醒 闭 智 方高姐 你的手臂 这 怎么回事 姐 你的手臂 这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就连我们柳家 一直供奉了神的劝告 你都不听 天道如回 善恶有报 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这不够是一点小红枕罢了 你以为我会建议 刘瓦鱼 你怕不是出国读书都读傻了吧 这种迷信的事你也信 你 老吕啊 你看看你这傻女儿 明显就是书读多了 一点点皮肤伤儿 就是影响一下美观 随便找一家医院就搞定了呀 这 这天怎么打雷了 天气一蹦 没说今天要下雨 能有什么事情 不过让这小子走狗屎 刚好是没雨具碰巧罢了 你们不会真的相信 这小子能呼风唤雨 不过要是你小子真的能呼风唤雨 老子跪下来和一百个小桃 呼风唤雨有些难 不过最为难说 没事 你小子真是个神经病 刚才说撕毁 红烟会走天气 现在又扯什么呼风唤雨 你真是小鼻出事的时候 林扬 你真是刷新我对一个人认知的下限 都到这个时候了 还在这装神弄鬼 难不成你以为我们在座的各位 都是傻子吗 对 你们刚才都已经看见了 有如烟 柳小姐 已经将二十年前的婚约废除 结果呢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呀 没错啊 柳小姐把婚书都撕了 也没什么事嘛 我没有何必担心呢 我早就说过了 这么狗屁的血气婚书呀 就是那老神棍在忽悠我们 更可怜的是呀 我们中周十二家 当时居然还都已相信了 艾威斯遵守了整整二十年呀 没错 这婚约本身就是封建迷信 当初是我们瞎了眼 才答应我 早就该退了 是 老头子 这就是你当年自斩神脉 选项的一群人 刘老头 大胆 刘沐白 刘如燕 你们这两个不孝子孙 速速给林先生道歉 大胆 刘如燕 刘沐白 你们两个不孝子孙 速速给林先生道歉 爷爷 你居然醒了 我不来 两个白家子们就把我们刘家带到死路上去了 爷爷 您这是说什么呢 爸 你这话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说什么意思 谁给你们的胆量敢违背学器婚约 你们知道不知道 违背学器婚约意味着什么 以为着避造天前 那什么血气婚约都当成了老神盆 骗人的 是啊爷爷 那都是骗人的 哪有什么血气 哪有什么天前 刘老爷子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十年前您变成了职务神 柳家寻遍名医却未夺一国 而今天您却醒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退了这婚不仅不会遭受天前 还会发生神迹 是啊 刘老爷子昏迷这么多年 这刚退婚约就立马清醒 这确实是一个神迹 是啊爷爷 您听到了吗 您能清醒 都是因为我退婚了 这足以说明 退婚绝不会遭什么天前 反而是我们柳家的 福报 福报 狗屁 福报 爷爷 你们以为是你们退婚 我才醒来的 我告诉你们 我只是不敢刘家这百年的记忆毁于一旦 这是毁公反重 我会来提醒你们的 立刻马上对林先生跪下道歉 或许还能为我们刘家留下一线生计 剩我给他跪下道歉 他绝不可能 他就是一个神棍靠着柯蒙拐骗的骗子 我柳如烟绝对不像一个骗子低头 我小子孙子 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赶快给我跪下 赶快给我跪下 爸 你别胡闹了 行不行 这小子就可不可看见骗子 他所有写的行径 在场所有人 有目共睹啊 在场黑的也变不成白的 我才胡闹 你这 你这 你是 你老胡的命不可呀 爷爷 我看在我和你血缘关系的份上 再叫你一声爷爷 可你要是再敢这么胡闹下去 我不介意让人把你请出去 你敢 我有何不敢 你为了这么个骗子 竟然动手打你的亲生孙女 早知道这样 还不如就让你卧床不起好 什么因果报应 血气天浅 统统来吧 我永无焉 不怕 这是老天 要往我留下 老天 又要往我留下呀 这大事 老夫医生从未求人 今天求你收下我们刘婉宇天前之时 求你救救我们刘家 哪怕 哪怕 只愿我们留下 留下一刻表 别不用让我们留下 赚子军 我师父说了 天做你 有可恕 人做你 不可 都可恕 好 老夫医生从未求人之下 老夫医生从未求人之下 都可恕 天做你 有可恕 天做你 人做你 不可恕 老夫医生从未求人之下 就靠你了 来人 这要靠我爷爷 让爷爷见证一下 柳柳氏是如何打破彻伤 蓄出东方 主约 老爷子卧床十年 导致精神有些锁 你不要放在心 放心吧 不会的 那就好 主约 今日你们都看见了 柳小姐退分 不计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反而 卧床十年那位女儿子却行 这一事 足以说明退婚是对的 对 为的血气谎言 完完全全就是 彻彻彻彻底的谎言 今日我且住位 一同破除这困造各位 二十年的谎言 此次中州大会 我父亲与上京张家一同出现 为的是迎接龙殿店铺出山 你们难道还要带着这种封建的宗库 诸位 天前将至 这种人是会遭为批 我奉劝各位一句 离他远 李雅 你觉得十二成是信你 还是信多年的合作 你不要一错再错 你会害了整个柳家 害 这么多年 就是我在维护就算 你 做了什么 付出过什么 你不帮忙就算了 别在这碍事 至于你今天来的沐浴就不单纯 装神弄棍 难登大雅之堂 我是看在我师父当初的情面之上 这才劝一劝你 各位 道貌岸然 丑是心非 你要是直接承认 你是看上了我们十二成的财富 或许我们会高估你一眼 随意 既然如此 我李家 能与柳家共进之 死成李家 退婚 臭城 赵家 退婚 柳城王家 退婚 城墙故家 退婚 银出独家 退婚 海城王家 退婚 梅家 退婚 四城孙家 退婚 独家 退婚 看到了吗 中州十二家 已全部退婚 从此以后 你不仅婚姻作妃 还将成为中州的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这破神像 你在这儿 这么大人 被我砸了 姐 你不要一错再错 这有什么可错 这神像本就是十二成共同所见 三分之 这到如今还在当面 别说是三分之 我给你三天 三年 你一样翻不了盼 现在跪下求饶 今日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否则就凭你今日对中州十二成的冒犯 你绝无生还的可能 是吗 当然是了 说好听一点 当初的十二家族 的确是受到过你师父的帮助 但就那么一点帮助 还找不到婚约必须旅行的成绩 这些年 该还的早就还清了 可不是吗 难道你还妄想 给你师父修太妙不成吗 一点 小帮助 在你们眼中十二座城池拔地而起 支冲云霄就是小帮助 我看你得到妄想 过河拆枪 我看你才是身不报吧 真掌握 手跟你的师父一点点攻击 想用几方令箭 还想要换你一辈子的荣华富贵啊 不可能 姐 你就真的不怕造报应吗 报应 我大家看看能有什么报应 飞啊 我李家也想看看有什么报应 我赵家也想看看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报应 你谈不成当初一点小小的恩惠就能让我们受到上天的惩罚不成 小恩惠 你们的痴响令人做好 我师父自斩神脉在你们眼中 这是小恩惠 神脉 神困还差不多吧 天理昭彰 善恶报应不爽 我倒要看看 一点点小小的帮助 我等不愿履行的婚约 上天敢如何 上天又要如何 上天来了 柳家 完了 柳家主 请节哀 刘老爷子 刚才还好好的 怎么突然救 是啊 而且跟那小子的道具吃时间刚好对得上 难道真的有点钱 不知道呀 这这也太喜好了 这叫你受天抢吗 让我爸付出生命 你想的太好 一条性命而已 连一点开胃菜都算不上 什么意思 陪上我爸的命 还不够吗 不够 学气婚约 乃是我师父自斩神脉 用无上神脉之力 被你们十二家族逆天改命而成 刘老爷子早就改业 这是我师父被则续的名 如今你们自断婚约 是你们 金手 害死了他 德书 别听他胡扯 怎么可能会是天抢 德老爷子 帮雷就中病缠身 婚名十年 这才刚醒 就受他自己 所以才会落得同时结婚 爸 我也这么觉得 爷爷身体本来就不好 再加上那什么天谴的像 他会心情欲竭 突然吐血身亡了 绝对不可能是什么天抢 柳如言 你的故事会害死更多人 迷信会害死更多人 三十 你还真胜瘾了是吧 没有 你还真以为能唬住我们是吧 别说三十秒 三个小时我也等 我等 我也等 我也等 三十秒 很快就到 我倒要看看 吹个疯而已 上天 还能动作不成 你 马上就会看到 五 四 三 二 一 什么 瞧他了 快 想尽一切办法 保住小体 绝对让滨海大桥出现叹卡 滨海大桥 那我柳家投所有资金的项目 绝对不能有事 我天爷博用 我天爷博用 爸 出什么事了 快 大桥项目出现了小体规例 什么 瞧 要塌了 黄军 你怎么也知道了 没没没 我没有想隐瞒 我已经安排了人手 全力抢救 我保证不会出事了 高军 我们的项目 没有任何抽空减料 我保证 不会出任何问题 是什么人 你就放心吧 不会闹出人命的 喂 爸 你说我 不会有真的天际发生吗 好当当的 怎么会出现桥体规例 怎么可能会是天险呢 您别自己吓自己 桥体规例 以前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这块海大桥 怎么可能那么简单就得建成呢 姐 事到如今 你还不相信吗 闭嘴 桥体规例 要不代表着桥一定会塌 什么 桥 彻底塌了 我看她的项目 我看她的项目 爸 我留下 你 爸 怎么样 明天并开大桥 好 这个项目几乎投入柳家所有资金 现在完了 我去 柳家的跨海大桥项目竟然塌了 这可是千亿级的项目 柳家完了 这种千亿级的项目 光柳家垫付资金就得上百亿 现在一切化为灰烬 这还不包括项目失败所承担的法律责任 像这种级别的大项目 一旦失败 柳家所有的人怕是都要倒大霉了 是啊 文童 我们柳家走天谴了 爸 这混争不该退 这些是我们柳家的天谴 我们柳家的报应 我说柳家项目他方是桥体龟列所导致 这乃是什么祸 我怀疑是林婉瑜提前告知的林阳 若真是天谴 怎么可能会单单你们柳家一家 是啊 老柳 出了这种事 哪是建议你 可是先查查 说不定是师公的项目方 偷梁换柱 或者是粗制乱造 并不应该把所有的事都降到天谴上 毕竟这退婚 我们十二家 全部都有 如果真有天谴的话 大家都应该有才识 喂 什么事 忙着呢 别着火了 什么着火了 哪个仓库呀 什么 所有仓库 我看我都着火了 我的死大仓库呀 我的百业之金呀 我走 林阳 这是不是就是你说的那个血气婚书 我能不能收回呀 我们连家不退婚了 晚了 国有国法天影天归你们违背了血气天谴必将秦职销售 捡财 施权 你们中周十二家一个也逃不掉 林阳 真是给你点阳光你就开始灿烂了 明明就是碰巧发生两件人祸 你赶紧天险 人祸 是吗 天险 继续 老板 咱们的红轮船 在开平洋 给分的漩涡也绝了 六条轮船 全物船的海域 你说什么 海平洋海域 怎么可能会突然间出现海底漩涡 师傅 这些畜生 违背炫技 理应付出代价 什么 不就没有传入物场 有样都死了 喂 什么 这种市场 出现百年难度的垄断 股市一天之内 竟然入斗了三次 什么 什么 我 higher 我平不得了 我老好 你 sided 打 就 你 打 giờ 之前 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尔等不信天命 神明难容 还在这胡说八道 姐 你难道忘了我们小时候 柳家的日子你多难熬吗 天命难为 顺天命者生 宁天命者亡 宝 狗屁 一定是他 宗宗做梗 除了天前 谁还能让宗宗一天之内十二成心海 你们还不信吗 李雅 退婚之事 其实是他蒋家挑唆和柳家带领的 我本意其实是不想退婚的 能不能事与元首 帮我王家化解天洁 没错 不是柳家要求我们一起让你退婚的 不然我胡家绝对不会退婚的 我们李家也是 听了柳家的话的 我胡家也是 杭家也是 我也是 楚家也是 我也是 每个家也是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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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瘦 欠财 施权 你们当这天前是过家家 说解除就解除 差不多行了 不 这才远远不高 你真的想赶定杀绝吗 不是我要把你赶紧杀绝 是你们自己做的孽 把你们自己推到这辈子的绝路上 臭小子 我劝你最后看清刑事 虽然我们十二大家族遭死一劫 旗下元气大伤 但是我等有二十年的积蓄 并不是随你随手可气的小绵羊 没错 林阳 之前是我等小看了你 也小看了这血气 现在向你认错 天前也境界承受 你莫要赶尽杀绝 为我们解除天前 否则 我终于十二家 不惜虚你 虚死亡过 如果我们只有死路一条的话 那我们一定不会让你好过 你们这是危险 小子 我们并不是危险 我觉得你林阳的还年轻 还有很长远的未来 我们各退一步 海阔天空 给我们一条生路 也给自己一条活路 你们也是必死的老尾 是谁给你们的胆子 跟跟我言 各退一步海阔天空 林阳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 当真不给我们活路吗 活路 我给过你的活路 是你们自己不知道珍惜 如今 血气 天险已成 你们还想让我为你们十二家族立天改命 你们 呸 林阳 你不过就是个破算卦 就算你算准了我们十二家族的宿命 依旧是个废物算卦 你现在立刻给十二家族解除天险 否则我等十二家族临死反复 你绝无活路可言 今日与昔日 这天气 结不了 日用了林阳的活路 我就站在这 我倒要看看 有谁 能断我林阳的活路 我敢断你活路 林阳 你错就错在不识台去 他们诸诸十二臣 怕天气 我讲后结不怕 对 蒋绍身上没有天气 你能耐他何 他身上有没有天气 我不知道 不过在这头上 冒着黑眼 我看他命不久 找个两块的地方待着 这事不是你能仓谎的 也不是你能管得了的 这世上还有蒋绍管不了的事吗 就算我柳家桥塌了 又能怎样 蒋绍可以帮我重建大桥 重新打线 而你又有什么 说的没错 林阳 实际点就赶紧解除天气 否则我今天让你出不了这个大门 你这是 威胁我 我威胁你有怎么样 我告诉你 今日之夜 是由上京张家大小姐张婉宁 为了迎接龙殿电组出山 而亲自取办 而我 是张家大小姐的挚勇 若你还敢继续再次闹事 张家绝对放不过你 还有你 还有你 刘婉玉被叛驾 一定会受到比天前更严重的后果 他在这 牛鬼神社 混淆尸体 若是定处情势 你将斩其尺头 麻其双眼 销他精 磨他骨 敲骨细碎 拿饼重犯 对 上京张家不可输 出山宴会 不可输 我看看是谁 非议张家 非议我张婉宁的男人 是谁 敢在这里 非议我张家 非议我张婉宁的男人 你 你是 李小姨让你跟我相亲 你跑哪去了 相亲 相 相错了 虽然相亲让你跑掉 但是 我张婉宁的男人 谁都抢不走 李杨 还以为来了个什么人能救你 结果来了个 这种积不择实的见语 还说出 这种不知廉耻的话 任一个相巴老当男人 我看你这种女人啊 也就是那种 身份低贱 地位卑微 工作低等 眼光狭隘的女 你说什么 我说你不知廉耻 我说你身份低贱 地位卑微 工作低等 眼光狭隘 我说你和他一样 自从进了这个宴会 不需要拉低的这个宴会 档次多少期 照你这么说 你身份不一般 地位傲视群雄 工作还体面 眼界宽广 那当然 柳家在中州 淡婉小弟 也算是有一席之地的耗子 不过嘛 柳家这些年 只顾着赚钱 却没有教你好好做人 没有教你满招损 千得意 没有教你 在面对身份地位 比你高很多的人 应该逼这么说 你要什么会说 我可以让人 斩了你的舌头 就凭你 别看你长的人 我狗这样 穿得挺面大方 但在这个世界上 一个女人要的 从来都不是 易哭的容颜 而是 一个强权 一个靠山 一个能面对 时代洪流冲击下 挺直腰板 有权有势 你的意思是 他就是这个男人 你觉得他怎么样 其貌不养 相若 祝可你笑 老实外在 全是 才是男人真正的威信 就凭我讲浩诀 是上京张家 张大小姐的挚友 今日张家去演 我便能压你一百次 今日张家去演 我便能压你一百次 我怎么不知道 他还有你这样的挚友 你算什么东西 别配知道张家大小姐的事 我看你这选男人的眼光呀 就算在上京张家 也不过就是个超垃圾 我猜你只是上京张家派来的一个小子 不妨告诉你 我蒋家在上京 乃是张家面前的大行者 我劝你还是舍管心事 否则 等张大小姐过来怪罪下来 我怕你吃不了兜着走 是吗 我好怕怕 现在打了 还来得及 赶紧滚出去 我怕你吃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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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我 打了就打了 难道还要挑日子吗 你敢打奖上 我死定 有没有人 我看谁敢动手 我家小姐 就是此次宴会的负责人 上京张家的大小姐张婉宁 什么 她是张家大小姐外衣集团的负责人 真的假的呀 她竟然是张婉宁 不可能 她绝对不可能是张派你 李永 天哪牛逼呀 你竟然敢起死 还敢冒充张家大小姐 怎么 不说话呀 你以为你不说话 今天这事就能完了吗 我告诉你 今天你完蛋了 今日之言 乃是龙王出山之言 抬头 请什么聊 你们这些小小之辈 在这胡作非别 你给我等着 是吧 有人在引会之声弄事 快过来 爸 你还在宴会之声弄事 快过来 敢在宴会厅弄事 看来是不想活了 收队 扳到酒店 电话我已经搭出去了 我父亲很快就回来 今天 谁也保不了你 还有你 这么厉害 不知道你爸是谁 李永 真不愧是从山里来的玩意儿 无知者无畏 蒋绍的父亲 虽然不在中周十二城中 但在场的各位 没有一个敢证实 不敢证实 张 这么难看 大胆 你若是知道蒋绍父亲的真实身份 以及今日他在这宴会中的地位 就不会说出这种愚蠢话 是吗 愿闻其乡 蒋绍的父亲 乃是中周蒋家之主 蒋天豪 在这今日龙殿店主出山宴上 蒋绍的父亲 不仅作为龙殿使者 为龙殿店主 安前马后 安前马后 那不是一个当狗的吗 有这么厉害 你懂什么 这世上 可不是所有人 都有资格为龙王子 没错 为重服务者 为下流卑剑者 为龙服务者 为无上尊贵者 今日我蒋家 就是那无上尊贵者 好一个无上尊贵者 一个做狗的 也敢言全事 我听闻这次店主出山是为我师父的石像而来 你和石像算什么 小豪姐 不能碰 这可不是一个破石像 这是林阳的师父 是圣物 圣物 你们这对狗男女 到现在还在胡言乱语 今天 我就要打碎这神光的雕像 揭穿你们虚伪的面纱 张家找死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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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想不到 你竟将这神龙顶留在了死身 看来 你早已算了 十二家族会退 大胆 谁敢动锁龙像 大胆 谁敢动锁龙像 爸 你终于来了 光看 我去鸡场布置阳间一事 把后方交给你打理 你就这么给我打理的 可是锁龙像 竟然被砸了 爸 这破石头 不就让这像帽子兴了吗 怎么就变成了龙顶 师父 这早已不是那神怪的雕像 适合由帝王亲自修缮 这里面藏的是龙顶 石下占什么 帝王藏龙顶 此乃锁龙像 并不亲自修缮 你确称得上是锁龙像 这谁咋的 不是我 是他 是他这个废物咋的 你可知罪 知罪 你哪只眼睛看到是我咋的 住嘴 你现在赶紧爬过来跪在我面前 我可以原谅你 不然的话 你今天不能好死 胡说 根本就不是林阳咋的 你们 你们颠倒是非 就算我颠倒是非 您能奈我何 这会场的秩序本就是我蒋家规定的 我今天说他是谁咋的 就是谁咋的 你们说 这锁龙像为何人所遂 这算什么 这 算强权 是你这个香巴老大 他有一身到行 他一辈子都得不到的东西 好一个强权 我看你是从来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强权 强权应该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哪来这么多废话 不赶紧我跪下 听到没有林阳 赶紧跪下 这锁龙像我亲眼看到就是你咋的 你 林阳 不要再狡辩了 赶紧跪下 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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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会是吧 大家一起上 把他的腿打断 给我拉过来 够了 想听好 你不过是我张家圈养的一条狗 是谁给你这么大的胆子 敢对林阳不尽的 哈哈哈哈你还真以为你是张家的大小姐啊 啊 我看你是个女的我不想收拾你 看来你现在一心求死 那我现在灭了你 来人 我拿下 这 玄甲军何在 这 我从而出来的演员准备的还挺充分的 你个气质 今天我就让你知道在中州我张家就是天 没有上京之人才知道我扶手 缺取几个演员我还不放在眼里 你闭嘴 他这个真是上京张家的日盘 他真的是张家大小姐张婉宁 你老糊涂了 你 你 小兵 大小姐 大小姐 我错了 我不是您亲自 你 你放我小孩 我替小孩受罪 你应该贵的不是我 而是他 他 怎么 他是我张婉宁看中的男人 不值得你养是吗 这 对不起 这个女儿有点意思 我喜欢 爸 原来你是蒋天豪的儿子 我还以为你能叫来什么人 不过是一条家群 别拟你了 过来 不过来是吧 好 那我过去 干什么 我要干什么 待会你就知道了 来人 把他给我拿下 我问你 为什么针对故意陷害林阳 我没有故意针对 张小姐 你听我解释 我不听 让他给我跪下 你这个臭妖子 他能把我的腿 你骂我什么 臭妖子 你个臭妖子 你个臭妖子 晚了 大夏 四玉 八荒 十八俊 还没有人敢骂过我张婉宁 包括上金皇族也不曾有 而今天 在这小小中中 我竟然遇到了 真是太有趣了 张小姐 求求你 放过我儿子吧 把此人拉下去 废 林阳 柳如烟 喜结良缘 这是 婚姝 不然 真想不到 我看中了男人 居然会被退婚 谁是柳如烟 我是 这婚姝 是你撕的 是我撕 你要和我先生退婚 我问你话呢 是 你是个什么混 也配跟我先生提退婚 紫成李家 宣成赵家 南城王家 好啊 好啊 你们 居然都撕了和林先生的婚约 这些 不胜烟 和张小姐的事 原来她是张大小姐的人 难怪呢 她有什么倩倩啊 是人货 张大小姐 我们愿意 婚纸 不用啊 你们这些有眼无珠 认不得真龙的人 一辈子都只会偏安一鸣 还配不上和林先生的婚约 对呀 既然他们各家都一名 贵宾送礼 天降降会 上礼 给林先生 换衣服 我上京张也 比你张稳 您嫁与林先生 常伴林先生左右 你要嫁 对我嫁给你 我作为上京张稳比你 拥有显赫的家事 顶尖的权势 只要你愿意娶我 你可以平步轻人 一跃成为龙国万人之上的财 倒手 这些 你可以随意处置 让他们生 变生 让他们死 并死 而不光是这些 我还可以给你 最极致的想法 怎么样 抱歉 我刚没事叫他 没心思考虑这些 你该不会是因为他吧 啊 不是 没关系 我可以等你 不着急 我们可以慢慢来 你想怎么慢慢来 上京西门家 西门照学到 上京西门家 就是那个与上京张相 齐名的上京西门家 张万宁 我刚才听到 你要嫁给他 是真的吗 废话 当然是真的 本小姐一言即出 自满难追 张万宁 你可是我的女人 真是大了你的狗胆 你 西门照学 你干什么 干什么 张万宁 你们张家 在这中州之地 确实可以一生之间 但你别忘了 你奶奶早就答应 我将你许配 我奶奶答应你的事情 关我张万宁什么事情 你要是不服气 就去找我奶奶去 是 你再敢动张万宁一下 别怪我不客气 不客气 你有什么好不客气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乃上京西门家少女 我爹乃国主秦风的西门王 坐下有三十万西两军 你算什么东西 有什么刺 更说得不客气 西门王 不是比起龙殿的新龙来着 比起龙殿新龙 我爹确实不死 但比起你 一只手 就可以将你捏死 是吗 西门少爷 您何必和这种人理论呢 只会让您掉了身价 您又是谁 小女子中州柳家 柳如烟 西门少爷 今日你又所收拾她 她有一件事 死罪 什么事 林阳 她擅自砸开索龙巷 甚至还触碰了龙顶 我承认我们中州十二家退婚 遭天险是不错 但天险虽可怕 远不及她损毁左龙巷 触碰龙顶严重 你咋的 他们说我是 那就是 林阳 这可不敢胡说 刚刚实相的事情 明明是蒋家呼唤你 你根本就没有咋实相 那你可曾触碰 这龙顶由我而生 我不仅碰他 我还举他 你还要举行 张婉妙 你听到 你找到这个野男人 脑子好像有点问题 你真的不要再胡说了 再这样想 连我都保不了你 保 你在做什么 今日这新龙的出山宴 乃是为了欢迎新任龙墓 这龙顶 乃是新龙留给新龙的团存质吧 凡所楼里 敢敢杀的是处子 死 更别说 举 就是 那样 今日你损毁所龙项 不是必死 更何况你还触碰了龙顶 感谢你得罪 龙殿新龙 带新龙登基 定会为我们这些有功之臣 解除天谴 没错 这天谴虽然可怕 但龙殿店主 一定有逆谦之威 改天之手 这种天谴 他轻易就能解除的 区区天谴 店主 寒指可破 你们的意思是 龙殿的店主 会帮你们破解这天谴 当然了 今日龙殿店主换任 你以为他会纵容你在这里胡闹 西门少爷 还请带领十二城 为龙殿店主 录持公道 放心 我西门正学 会出手的 听到了吗 林阳 或许 你自命不乏 但在绝对群世里 你 就是这龙蟻 你何以见 我就是个龙蟻 你又何以见得 我就不是这龙顶的主人 张万宁 你听到 他竟然说 他是这龙顶的主 你这是把张强 往后坑你醉了 他这么一句 简单的装逼的话 会给张强 带来什么后果 林阳 你能不能不要再瞎说了 我没有瞎说 够了 我选择了你 所以 在你危难之际 我愿意出来救场 在你被人打压时 我也愿意站出来 那是因为 我选择了你 喜欢你 就应该永远站在你身后 所以 但是这龙顶的主人 是龙殿店主 国之器重 天降麒麟不可辱 我们还是赶紧走吧 趁龙殿的人还没有来 走 走 恐怕 来不及了 来这一趟容易 走这一趟门 来人 关上大门 关门打狗 让龙殿店主看看 此人 是何其嚣张 刚才让你走一步走 现在好了 他们把门都挂上了 不着急 新门昭雪 你把门给我打开 你就这么着急着要护他 林阳是我看上的 哪怕是今天 他真的不小心损坏了索龙像 我也一定会保他安慰 索龙 损坏索龙像 便是死罪 这是天下之共识 哪怕你是正家大小姐 也不能倒行逆施 好一个倒行逆施 你们中州十二家 唯备婚约在先 现在需要拿这个 知他于死地 不是我们十二城要押他一头 而是这天道 而是这皇位 而是普天之下 所有受过龙殿恩惠 对龙殿瞻养的人 要押他一头 你 张婉宁 你看到 他已经算了重 直到如今 你要站在哪一头 你还不明白 你想多了 我张婉宁不是那样的人 我既然说过 要保林阳安危 就一定会 不管你们有多少人 林阳他没有碰过 就是没有碰过 张大小姐 这都什么时候了 尊严什么都不重要了吗 林阳才刚刚出山 你和他也就才认识吧 真要为了一段路水情缘 把整个张家毁于一旦吗 我给你最后一条件 现在就和他托你关系 待会龙殿店主来了 我还可以帮你说话 他没有损坏锁龙巷 刚刚是蒋浩洁污蔑的 西门赵雪 你不要胡说 没碰过 谁能证明 我证明 姐 你胡说什么 闭嘴 我证明 他碰过 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 在场的 不止我柳如烟一个人能证明 不是吗 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 五角蛮缠颠倒黑白吗 我证明 什么 林阳刚才砸了高贵的锁龙巷 其碎当珠 刚才你们不是说这是破神像 老子不知道 老子只知道 你刚才动了仙人留下来的锁龙巷 其碎当珠 动了锁龙巷 其碎当珠 不仅当珠 应当珠连九族 这个张大小姐包庇罪犯 所以当同主 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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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经瞎了放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本少女 偏偏要选择过街的臭 毒鼠 你们好歹是中中十二成的首富 现在却同时诬陷一个人 谁让他犯了重怒 现在还有唯一的办法 可以救他 什么办法 就是让他跪下给本少女盗窃 或许本少爷可以善心大发 饶他那条狗 你 你一定是疯了 看你才是疯了 竟然为了这个废 让整个张家都要受冻仙礼 林阳 我们走 林阳 我们走 走啊 趁现在离开 说不定还有机会 不用走 我向你道歉 谢谢你愿意为我递倒 但是跟这群人道歉 没有意义 实时误者为俊 不错 撤 撤 这便是我道歉的方式 你敢打我 你竟然敢打我 用张小姐的话来讲 我打就打 还挑什么石 锁龙像真的是你们这些萧小镇的 不是我这种天娇 就算我把他损毁 我师父也不会怪救你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损毁锁龙像 你还敢这么嚣张 你治龙殿的威严于何处 龙殿 其实你可辱的 不好意思啊 或许你没有想到 我师父 你们口中的长白山道主 就是上一任龙殿的殿主 你们十二城最死 退婚是死 迎接龙殿殿主 是真 而我林阳 下山退婚是死 既任龙殿殿主之位是真 封了 彻底疯了 这种疯话你都说得出来 我看你是被十二家族同时退婚 又因自大无知 受不了打击 彻底疯了吧 他疯了 一个破算挂的 中秋还是分量太轻啊 五秀未干 人为年轻啊 躺避挡车 皮肤汗树 脑子有问题 脑子有大问题 张婉宁 张家的仪式殊荣 都会因为他的这句 要继承龙殿 殿 只为我儿童 奔挖起 李扬 你真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啊 你不相信吗 你说你师父是前任龙王 你说你是现任龙王 你这让我怎么会相信你啊 要想让他们相信你 也不是没有办法 你用什么办法能拆穿他 也让我那无知的妹妹看看 什么是权 什么是事 一人不猜 手里刚好有新任龙王的电话 李扬 你说你是新任龙王 我一通电话打过去 就知道是真是假 这就是上京西门家的实力嘛 这新龙王还未露面 他已经有新龙王的 私人电话号码了 西门家不愧为上京之龙 我赵家拜扶 我王家也拜扶 低调低调 我本来呢 不想暴露这次关系 但是有人自寻死路 要强坑上转 小子 你现在还有最后的机会 不想请我 不然这通电话打过去 势必天崩地裂 再如万旧的机会 你要打就打 哪来那么多的废话 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句 你西门赵雪 这通电话要是打出去的 很可能你背后的西门家 就死亡 到时候别怪我没提醒你 说什么 我西门家将会先翻地步 你开什么国际玩笑 我西门家可是上京的顶级世家 你真当 你是龙殿的新任人物了吗 娘 咱们就到此为止吧 别再最硬了 再这样下去 吃坏的只会是咱们 没事 我会出手 你会出手 你拿什么处置 你不看看 你做什么东西 连一只蝼蚁都不如的废话 我念你是西门世家的 给了你很多次的机会 而你拿全当而套奉 一而再再而三地作死 你知不知道 你这样的性格 很可能给你背后的西门家带来 灭你 只在 大胆 你敢诅咒我们西门家 够了 我退行 你可少得真可爱啊 暴冲新龙 竟敢在我西门照学面前 说我们西门家 有灭电之灾 你知不知道 现在就算是张家 也彻底救不了你 西门少爷 不是这样的 人家没有动索龙巷 是蒋少冤枉的 西门少爷 别跟这有人废话 快告诉龙镇店主 这里有人冒充他 对 我们现在要维护新店主 新店主才能帮助我们 破开天前 维护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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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给我出口 再敢对付你们 我张家事后 必将一一切算而等 众位别慌 我西门家 会保而等不安 更别说 我西门家 背后可是 电 他张家再强 能强过龙电吗 没错 张家再强 也绝不可能强过龙电 今日 我们各大师家 为了龙电的威严 仗义直言出面作证 与龙电 我们可都是赤胆中心的护道者 我柳如言相信 龙电定会为我们做主 那位即将登基的新龙 也定会给我们一个公道的结果 对 我柳家也相信 龙电 为我们做主的 我们李家 也坚信 我赵家 还有我王家 我张家 我中家 我镜家 我龐家 我楚家 我顾家 好一个仗义直言 好一个赤胆中心 你们各大师家 这么想做龙电的课 不就是以为龙电 能救你们 与水深火热之中 很遗憾 我告诉你 龙电 救不了你 那位新龙 也看不上 听闻证证 你不是要给那位新龙打电话 快点打 别再摸摸操擦 好好好 你这是 自首死路 那样 天堂有路 你不走 地狱无门 你闯进来 本来有张家庇护 你还有机会活命 可你自己不肯珍惜 自己把自己玩死了吧 哈哈 好玩不做吗 我三八 尾号 八八八八 玉不错 升官发财 只可惜啊 大势已去 你们 幸好怎么死了吗 新闻少爷 这是怎么回事 电话 怎么是你的 这还不明显 我这次想生 就是来继任龙电 电主之位 不可能 就如愿 还有你们中中十二家子 现在 当初我师父 给了你们多大恩赐 这不可能 我知道了 是你 这次龙电的交接业 是你们张家举办的 好你个张文 竟然敢擅自更换龙电的电话号码 我没有 林阳 店主的手机怎么会在你手里 怪不会 那个手机就是灵人的呢 聪明 这就是我 张文 你可真该死 你竟敢把店主的电话号码换成了这个香巴了 你完了 张家 也要大祸临头了 快 关系请坐镇 营业的龙雀战神 今天 我要让这对狗男女 后悔终生 林阳 这手机真的是你的吗 那你的身份 我就是那位 金 死到临头了 还在这装模作样 等龙雀战神到 我看你怎么死 龙雀战神到 何人调换龙王手机号码 闹充新龙 他 还有他 今天张家奉命迎接新龙 可他们却在这中老四囊 林阳长 我没有 这么多人看着呢 你是在说大家眼睛都瞎了 你们快告诉龙雀战神 他们有没有 有 这二人串通仪器 不仅调换龙王手机号码 还冒充龙王 对 我们所有人都看到了 我看见了 安静 调换龙王手机号码 冒充新龙 这两项罪责 你们认不认 不认 这些事情我没有做过 现场这么多人都看到 还不成 那都是他们污蔑我们 张家的丫头 不要以为你们张家 在上京有些事 就可以招惹龙殿 我告诉你 今日 若你逃不开感情 来人 传我战神令 此人 在新龙东基宴上 调换龙王手机号码 假冒新龙 大闹会场 目无章法 上京张家张婉宁 包庇冒犯龙殿者 联合他人 冒犯真龙 即刻请将二人逮捕 赴予龙殿诏域 同时以我之名 对上京张家实施制裁 这就是你自负的代价 今天 不光是你一个人 要被龙殿带入 就连整个张家 都会受到天大的影响 现在将他二人拿下 中了 龙穴战士 我听我师父不止一次提到过 世人皆称 你为大下龙穴 复国安保 没想到 你竟如此愚蠢 这么简单的事情 你都无法分别 你说什么 我说你有眼无珠 这么简单的事情 都无法分别 是如何担当起大下龙雀飞 你的小死 我找死 小小龙雀 睁开你的双眼 看清楚 我到底是谁 这是赤血龙蚊 你究竟是谁 赤血龙蚊 这就是传说中的赤血龙蚊 传说 每对龙穴身上 才会有的赤血龙蚊 他绝有这个 他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拥有赤血龙蚊 这个赤血龙蚊 也只有龙殿店主才能拥有 你是个什么东西 也盼拥有赤血龙蚊 假的 这一定是假的 你怎么会有赤血龙蚊呢 这可是历代龙殿龙王才有的 我自然有 因为我就是今天迎龙殿的政兵 你们口中的 新龙 你是新龙 你放屁 你怎么可能是新龙 龙雀大人 你千万不要相信他 他怎么可能是新龙呢 没错 龙雀战神 他绝不可能是新龙 他的生平我们都调查过 请您过目 他不过就是一个山里种地的野人 他那个所谓的师父 不过就是个神棍 二十年前 忽悠着十二家族 签订和林阳的婚约 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是新龙呢 依我看这什么赤血龙蚊 很可能是假的 从纹身店买了纹身贴纸 终无作用 没错 龙雀战神 千万不要被这小子骗 这小子脑子里滚迹多端 满脑子都是坑门拐骗 对对对 这个我可以作证 这小子还说我们中州十二家 退了他的婚 就会遭到天谴 就会家破人亡 这世上哪来的什么天谴呀 这分明就是他联合张家 设了个局吗 没错 慈子嘴里的每一句话 都不值得信任 请龙雀大人明鉴 献龙雀战神明鉴 此等出身 确实不相侦罗 我只提醒你一遍 不敬龙殿揣色金龙 虽是重罪 待等新龙登基之后 或许能以大赦天下而获救 但假冒新龙 可是抄家灭族之重罪 不仅仅是你 就连挥佑你的张家 这时候也会受到牵连 哎呀 你不要再莽撞了 你即便是下了龙边赵羽 我也有办法救你 但若你假冒新龙 此乃顶格之罪 到时候我张家也救不了你的 感谢张小姐的好 不过我林瑶所说之意 我接个人 你们口中的新龙 就是我 张瓦宁 这就是你看上的小白脸 简直蠢如猪狗 你千方百计的想救他 可他一点也都不在乎 龙雀战神 上京西门家 请龙雀战神 诛杀此贼 滨海柳家 请龙雀战神 诛杀此贼 紫城李家 请龙雀战神 诛杀此贼 朝城赵家 请龙雀战神 诛杀此贼 某城王家 请龙雀战神 诛杀此贼 城城顾家 银城胡家 还有我楚家 请龙雀战神 诛杀此贼 林阳 你快点低头呀 再这样下去 我就真的救不了你了 你竟然选择了林阳 就应该相信他 我也想相信他 只是 你就别再迷门不理了 你今天救不了他了 龙雀战神 我还有一事没有告诉你 这小子竟然砸碎锁龙巷 触碰了龙顶 这可是 童天的大罪 什么 你可知 龙顶只有新龙可以碰 里面蕴藏的可是龙脉 乃是一国之气韵 他的确触碰了龙顶 我们都能作证 那我可以作证 龙雀战神 不快将他拿下了 胆大包天 龙兵都敢胡来 精彩 真是精彩 堂堂龙殿护法战神 这么龙脉 被人耍得团团转 如此愚蠢 你到底是怎么当上龙殿的护法战神 住嘴 我不知道你从哪弄来假的赤血龙文 但我告诉你 龙殿不可辱 此人冒充新龙 不敬战神 来人 将他拿下 地区有眼无珠的东西 现在我就让你看看 我到底试试 今日我站在这里 你们无非是想压我一头 抬我一家 将浩劫无耻 甚至损毁了索龙下 而你们 指鹿为马颠倒黑白 将这莫须有的罪名 灌在我的身上 损毁索龙下 变无神龙顶 我灵雅并不在 今日 我便让你们看清楚 究竟谁 才是这神龙顶的主人 龙顶有山海之中 为新龙能取 赞了 你大放厥词 已经救了神龙顶了 好强的威亚 神顶已封藏二十年 巨世二十年 如今出世 必然突破桎梏 达到了前所未有之高度 紧紧靠近 被有万军之势压制 即便是我 也无法寸进 他 居然能顶着龙顶的浩瀚威亚 向前 难道 我真的认错人了 他真的是龙顶新龙 别再向前了 神龙顶 乃龙顶之尊器 内涵龙顶力带龙王之力 即便是战神 靠近也必死 你要是继续向前 就会死的 即便是战神 此刻也是必死的 我为龙王 此地 压住我 他竟然真的触碰到了 他竟然触碰到了 激活的龙顶 师父 您给徒儿留的礼 我收下了 给我扑 龙顶封禅 三生到救主 神龙顶再与仙龙解除绑定 再与新龙认出 他真的是这一代的新龙 那什么 不可能 他绝对不可能是龙顶新龙 他一定挣脱不了 第三根锁龙面 新三世了 不方的新龙 出世了 龙顶线 黄泉洛深深告救主 龙殿的新龙 真的让你问世的话 我这清元帝 还算什么 他竟然真的举起了龙顶 解开了三根龙锁 龙顶认出 我们的新龙出世了 龙却罪该万死 拜见真龙 拜了天真龙 新龙 我乡亲 居然捡到龙殿的新龙 这不可能吧 不 不 不可能 这不可能 现在你们知道 你们所退掉的婚约是多档金玉 拜 拜 既然真的是新龙 我出前撕毁了婚约 也算是难怪 原浅简直 刘如月 都怪你 你不得好死 林阳 我错了 林阳 对不起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你原谅我吧 如果十二家族没有婚约的庇护 我们屁都不是 求殿主原料 求龙主殿下收回天前 一帮傻子 这么简单就信了这个废物的话 他是个狗屁新龙 他就是联合张家 布下的计谋 西门 西门赵雪 你竟敢质疑西龙殿下 你是想找死吗 来人 将他拿下 放开我 放开我 我个个是西门藏风 打下的西凉王 黄石城 更是这龙殿的代理殿主 敢动我 吃不了包着走 就算那西门藏风亲自来自 也不敢对龙王不敬 你们这些蠢货 竟然被这个废物所骗 能真相揭露 将会为你们的愚蠢付出代价 真相 西门赵雪 你到现在了还不死心 死心 你个假冒贵 凭什么让我死心 我告诉你 你骗得了所有人 骗不了我 来人 把这不敬龙王之人拉下去 压住死狼 是 来人 慢着 别闹 黄口小儿假成龙王 还妄图获取龙王之位 哥 你忠言 他们竟然假冒青龙 还告诉过主主 杀子贼 放心 有我在这里 谁都不能假冒青龙 你说这话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说什么意思 大玻璃 龙顶起 龙顶仅一人能碰 今日鸣龙夜 本未迎接新龙登基之夜 结果 却有人假冒新龙 还妄图骗取独王之位 你们说 该当何罪 对 你们之间 谁认识他 我不认识 你想到 霍龙侍者都会亲领 你要知道 霍龙侍者 是地公亲信的 我不认识 我也不认识 我也不认识 不认识 问你呢 刘婉鱼 要是因为柳家 还有丝毫感人之心 这时候 你别敢说话 我认识 二十年前 我若记得没错的话 二十年前 你柳家在中城只是一个搬运工 现在 说话竟然这般有底气 刘婉鱼 你 混龙使者都来了 你还想让他说话 姐我既然喜欢他 我就不在乎这些 我说了 你不嫁 我家 行行行 我承认 林阳有动天前之位 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有什么不一样 护龙使者 王夏轻卫 西门家 有带天巡猎之能 就算林阳他再牛逼 就算他师父有逆天之能 见了护龙使者 也不得不下跪 我知道你要追求真爱 我不怪 但柳家生你养你 柳家这么多条人命 在你眼里和命有着草剂吗 护龙使者 想让你们懂事 还请你 到你了 什么 你认识他吗 护龙使者 你既然带天巡猎 就应该禀公尘 难道认识一个人 有量同中 张婉宁 你现在知道吗 我再问你一遍 你认识他吗 护龙使者 我承认你的身份高贵 但泱泱龙国不是无法之地 你现在分明就是在东报私仇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张婉宁 你和林阳都不认识 难道你真的要为了他 而搭上自己的性命吗 认识 有本事就杀了我 我张家虽然不足以替我报仇 但我张家 在上今也算是有名指引 我不会白死 张家会明告皇城 明告皇城 张家没这个基本 今天我就让你们两个纯女人知道 得罪黄庭的代价 大人 天子刺剑你也敢碰 天子刺剑 此剑名为布隆 没想到你这乡下小子竟然知道布隆 见此剑如见圣主 如果我记得不错了 这剑曾经不叫布隆 你怎么知道 二十年前这不过是一把布隆庭 那是因为我师父拿着他曾经斩出一剑 保护过真理 所以他才凝叫布了 李扬 这应该在你脑子里放一个鸡蛋 看看你脑子里的沸水能不把鸡蛋煮熟 李扬 我承认你有些本事 我也承认你们师父可以掐着算天 而实力也早已超越了宗师 但这里可是龙 宗师鲁 高手 遍地都吃 你师父也只是一只 走鸡划狗吧 你说什么 我说 你师父也只是厉害的 走鸡划狗 李扬 李扬 你好大胆子 哥 此此犹如国威 多然不能放过他 放心 你 在我的本家捍卫内 没有人可以污补护龙剑 更没人可以污补护龙剑 既然你说 你师父曾经凭这宝剑 救过龙主一次 那今天我倒是想试试 你到底有没有实力保护国 林扬 装大了吧 这下你的活地尾巴终于要被砍了 霍龙使者 你就不要吓唬这家伙了 你贵为霍龙使者 哪是他可以染指的 不要 是是可以 当我师父的威名 你没资格训 林扬 还你师父的威名 在护龙使者面前 你师父没有屁都算不上 你师父能有什么威名 对啊 别说是长白山的道士了 就是长白山上的真龙下来 也得低头 一个狗屁道士 五个护龙使者相比 实力悬殊太大 根本不够看 林扬 还不下笔认错 还要装到什么时候 我看他是想等到我哥 帮他师父挖了出来 不失荒一脸 原来 你是长白山上那个道士的土地 霍龙使者 您听过那道士的名字 主要 霍龙使者什么身份 怎么可能听过一个破道士的名字 我确实听说过 长白山上那个道士的名字 既然听过我师父的威名 那你应该望生指 翠鱼散尘 哈哈哈哈 你该不会以为 长白山是真的吧 什么传闻 相传二十年前 长白山上坠落了一条卧龙 卧龙年延几千里 能找一灰 就是大猎物 能找一杂 便是天坑 而长白山周围自成了无人区 还有这种事 那后来怎么解决的 那后来怎么解决的 当中有个老道士 身着轻衣夜行白雪 一人一剑一剑 开天 长断了龙脉 还有这种事 就是呀 还有这种事 当时龙国将冽是那个老道士 指定了现在的国主庆帝 扶持庆帝登基才有现在的威名 不可能吧 当然不可能 这是什么路面 龙国能发展这些 全靠龙城的私心经 弟弟说的对 林阳 这种破事 你也相信 你还不如直接说 师父是老神仙 我不占我师父分 我也不会让我师父 一生荣辱为人才 既然你找死 那我便承认你 今天我给你这个机会 一招 你若挡得住我一招 我便承认你师父那个老不死 有半点功劳 这大堂之上 你若是输了 你降龟 向师父道歉 林阳 你胡说什么 你敢让护国使者下跪 疯了 真是疯了 不敢的话 出门 又出 好 我答应你 我若是赢了呢 你赢不了 哈哈哈哈 我若赢了 我要把你的头颅悬于大厅之上 敬事后生 你这不是在欺负人吗 你归为护龙使者 上阵杀敌 本就是你的职责所在 你跟林阳比武 这完全就是在欺负他 林阳 别 别说一招 任何一行 任何他林阳拿得出手的东西 只要证明他师父那个臭道士 不是水溝里的垃圾 我护龙使者 带天巡猎 是当你当国威 我愿意跟你试试 那就和你玩 林阳 没事 林阳 你是不是疯了 哪怕你有举顶智能 但也只是一身蛮力 他平时上阵杀敌 光凭眼神 都能这次一匹马 你拿什么跟他玩啊 你真应该学学这个 什么 他就很信任 像你这个样 以后还怎么一起生 林阳 你在说什么呢 我要和他三个人一起过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低头的机会 跪下 道歉 我便 免了你蔑视王威之子 但我免不 你无视我师父 功勋之子 狂妄 断剑重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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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龙使者 宗师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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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大宗师 整个龙国 这宗师不到四个人 没想到 虎龙使者 竟死宗师之一 宗舟家家 愿臣服于西门家 宗舟李家 愿臣服 宗舟柳家 愿臣服 宗舟赵家 愿以臣服 毛成王家 臣服 你们 你们墙头之草 剑锋使动 你 你闭嘴 你 你输了 不可能 你笑下来的怎么这么厉害 这个废话 这个废话 就是六属烟的未婚夫 难道虎龙使者 你也不是他的对手 哥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们走 哥 这是他走什么走啊 不是他的对手 走什么走 你难道忘了我们的笔笔 那样 是不是太过分了 虎龙使者 好歹是龙国使者 你敢让他给你下跪道歉 愿赌服输 这不是应该的吗 还说龙国使者这么没有契机 豪道使者 岂能给你下跪 不想跪也可以 那你学几声狗叫教训来跟我听 让我知道 你是一个不守信任人 这样做也可以 你好大的胆子 我哥在上京 所有的权贵见了都得低头 你啊 我承认你师父确实厉害 明师出高度 你刚才那一招瞥一目一见全景 你师父很厉害 远比在上所有人想象的厉害 能得到十点认可 哎呀 我承认 我们之前走远了 大宗志士上 在龙国也可以风毛铃脚的 不过是回之前说什么的话 师父爷 可以嫁给你 你可以 你没资格跟我说 我实在劝你见好就受 虽然你师父有逆天之能 现在也不过是白骨一堆 就是 以你现在的本事 即使再厉害 又能怎么着 现在平的是 权 对 有本事能养活自身 有钱能养活一方 唯独有权 才能纵横四海 权亲八方 你怎么就知道 我没有权 难道你能比龙国使者更有权 我若说 对 维养 我不是国位 我倒要看看 你能有多大的权 承认别人优秀 就这么困难吗 龙国使者一句话 宗师十万 把双周一为平地 这便是权 这便是最美人气 行长天下权的权 看样子 你是不不想 娘 我代表龙国 自使不能贵任何 除非 你怎么有权亲天下之士 可惜 你没有 说好听一点 你是龙国的使者 说不好听一点 你不过是龙国使官的一条狗 你何以见 我这双指 就没有权亲天下的指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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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然一生神无数 你要真是权亲天下 何必跟十二家 去变叛 不是 我来此地 不过是因为受师父损托吧 那也只能证明 你师父不过是蜀木寸 光之辈 终终十二章在我眼里 不是 都看他们一眼 都是我的不对 如此十二家 你却紧咬着不放 你的权 怎么知道我看看 命定了 前散了 天前到全了 小姐哥 你干什么 让他们看看 我林阳是否能全清天下 打给谁 你别我 别我就是 喂 小姨 对 我林阳 我手机不是没电了吗 对 我跟你说小姨 现在有一群人 说我没钱没权没事 欺负我 是 还说我师父呢 可气 说不忍不了 小姨 啊 好嘞小姨 我小姨马上就到了 还来之前啊 我提醒你一句 赶紧找个地方跪好 我小姨这人脾气可不好 不像我一样 好说 林阳啊 你刚刚用我的手机 是给你小姨打电话的 嗯 怎么了 你是不是糊涂了 你小姨虽然让你来跟我相亲 让我来举办这个龙殿出山业 可是就你小姨的本事还不足以 为什么不做龙殿和龙国是能比的吗 哈哈哈 魏云 你找到了什么大人 原来 不是你的小姨呀 你呀 你是不是小孩子呀 打不赢了 就叫家长 还是说你看我哥身强体壮 想让我哥晃子玩 万 leagues笑 哈哈哈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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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真来了呀 丽阳别人都是送老婆 你不一样 你竟然送小姨 身材无错呀 丽阳没发现 你还有这么一个小姨 看上京的逻辑 越是有钱有势 丽阳你小姨能有这姿色 所不简单的 丽阳你小姨 小姨 不好意思 你让我来处理这件事情 有没有处理好 没关系 这件事本来就有你理断 反倒是丽阳 这点破事 你竟然敢找我 小姨 等等等等 张婉宁是我给你找的媳妇 你自己的媳妇 不知道保护 小姨你忘了吗 我师父说了 不让我轻易出手 丽阳 都什么时候了 还你师父 你师父再厉害 能厉害的 跟我护龙使者吗 你就是柳如烟 是 记住 这一巴掌 是我赏你 这里 没有你说话 中州十二家 都被你原类 若不是因为你 中州十二族 断然可以 腾龙直上 山中五老虎 猴子成大王 今天在这里的 可是不容使者 对 不容使者在这里 哪轮到你说话 不对 我怎么感觉 在哪里见过 他 他是当朝圣女 怎么可能 那林阳到底是什么身份 爸 你少说两句 滚你边去 我没你这个女儿 他是 他就算天王老仔了 在这里 你交给护龙使人 下跪的辈 我看你 要被护龙使人 做个小的 小爷 要不你就 我从了 来 走走走走 林阳 这里可不是你们胡闹 我让你说话 让有你说话的资格 我都说了 凡事找我谈都好谈 我小爷这样 脾气不好 从小到大 我家都没人敢惹 你敢当我 我走 我 让我滚 你也不看看 身边正的是谁 耳朵不好使 你这个疯子 平阳 你小爷 我只知道他脾气不好 没想到这么好 哥 这个疯婆子无视龙国律 他该死 他该死 你刚才 让我当谁的女人来着 新门赵雪 这次你可玩大了 我劝你啊 最好现在 给我小姨跪下 我小姨要是想好了 你还有机会 哥 哥 我大人都被人割了 你会帮我做出的 对吗 你挺狂呀 想让我当你的女 大人 不知道我能不能配得上你 大人怎么不说话 大人是嫌我身材不好咯 来 大人摸摸看 哥 他这是在无视你的使者身份 在挑战皇威 哥 你干什么 干什么 跪下 哥 他割了我的耳朵 你让我给他跪下 是啊 胡龙使者 西门少爷 可是你的亲弟弟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 回胡龙使者 我只是 跪下 柳家所有人跪下 否则 死 所有人 听不见吗 这 胡龙使者 胡龙使者是怎么了 看来是真的 他果然是圣女 如果你们现在不跪 待会儿连跪的机会都没有 胡龙使者 就算林阳他是龙殿店主 可龙殿只是个民间组织 和皇城比起来 什么都不算 那他小姨 能算个什么玩意儿 胡龙使者 这里您的身份 也不愿为我们听您 名声不平吗 胡龙使者 为国之大者 心系天下 胡龙使者 愿你只是因为看上了这个女人 就让我们全体下跪 这绝对不可以 不可 绝对不可 人可以输 可以死 但绝不能被打败 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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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劝你们最好都跪下 我这小姨 连我师父来了 都要给他几分博命 嘿 护家护归 你就是个乡里来的 你小姨 不过就是乡里来的贱人吧 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 你真的不帮我了吗 你真的不帮我了 我什么时候 半戒 圣女大人 什么 她是圣女 圣女 圣女 你可怎么办 皇城虽然有四位护龙使者 但圣女只有一位 你是不是搞错了 她是个香巴老的小姨 怎么可能是圣女 我要你跪下 客套 圣女大人 刚才小弟有些过躁 我已经让他安静下来了 对不起 圣女大人 是我有眼无珠 参见圣女大人 她是圣女大人 圣女大人 是小女子不知道不知者无罪啊 不知者 确实无罪 谢谢圣女大人明鉴 但我给一个人定罪 不管她到底有没有罪 只要我不爽 那她就有亏了 圣女大人 是柳如燕的错 求求你 有用了吧 道歉有用的话 龙国要那么多管理者干什么 圣女大人 来人 长嘴 圣女大人 长到日月同天为止 那不是一直打到死吗 圣女大人 圣女大人 小爷 我都不知道 你这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圣女 对不起 这有什么 我的身份本就是隐秘的 你和林阳若是欺负你 尽管告诉我 可 杀儿成能有如今地位 能如此快的崛起 全靠林阳师父的赐恩 当初是一人之下 古山人自斩龙脉 而当理由是为 掌上珍宝退婚 你们怎么干的 中州子城 愿交出所有的财富全世 求圣女大人放过 中州丑城 愿交出所有的财富全世 求圣女放过 中州某城愿交出所有财富全世 求圣女放过 中州城愿交出所有财富全世 求圣女放过 中州申城愿交出所有财富全世 求圣女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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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礼师求圣女放过 小姨 圣女大人 抬头 起来 不错 给你向英流 你不必道歉 二十年前 林阳师父救了你 并给你和林阳定下了婚约 其余家族也红 生怕林阳有朝一日 女余画龙 至于柳家 野红这份婚约 私自篡改了生辰八字 你说什么 小姨 你没开玩笑吧 我有没有开玩笑 你乱问这脑东西便是 生怕所言其事 你在说什么呢 林阳定婚的原本是刘婉姨 是 可刘婉姨是个孤儿 将生辰八字改成了你 收养她 把刘家造年 天大的机遇就造成在你手里 难怪我师父定下的血型应该不会说错的 原来柳如烟是个替代品 还怂恿十二教组退婚 柳如烟都怪你 若不是你怂恿 我们怎么会退婚 原来我不是被订婚的那个人 我一直看不起的那个人 他的身份竟然高耸入云 原来他才是我高攀不起的存在 我无视天气 不顾静静 看了的不只是我 还有七十一成的人 小姨 她是林阳的未婚妻 现在还没有退婚 那我怎么办 你问林阳 林阳 你说 怎么办 怎么办 你喜欢大胆泡饭 风风光光的 你 十二成退婚 是他们目光狭隘 二十年来 他们空手来 空手去 原阳 今日势必 你随我一起去盗你你师父一趟 小姨 盗念我师父的 现在还不是 小混蛋 你说什么 因为还有一个人 没来兑现二十年前的承诺 原阳 还有什么承诺不承诺 今天 你装也装了 威风也威风 有你小姨在 整个龙国 谁敢对你说一个不 对 林阳 你还要干什么 林阳 十二家族都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起高楼翼 看楼他难 十二家族从今往后 必定会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 十二家族毁约 我林阳谈笑之间便可忘却 但一人 他不该毁约 你是说 我 林阳 你到底想说什么 二十年前我师父一人一见 从长白山上下来 也是碰巧遇到了十二家族 除了十二家族 还有谁 还有一人 代掌黄泉纸 什么 黄泉 林阳你不说什么 我今日想是便是要讨回这个公道 林阳 你说的可是地宫里那位庆帝 这庆帝是无非的 林阳 你告诉小爷 你是胡说的对不对 当初你山茶蔓山的时候 你才多大 二十年前 你师父死的时候 你也不知道这些事 小爷 我知不知道 不知 但就天命 不可归 受命于天 祭兽 永长 华华家人 反了 反了 他这是我造反 反了 我原本以为你把十二城的发展归工于你师父 擅自称天就已经够离谱 但是我完全没想到你的离谱竟然没有上限 竟然敢撕穿轮袍 妄同谋反 林阳 你断然不可胡说 否则就算你师父死了 也会被你牵连的 小爷 你先走吧 这件事情 我不想牵连到你 这些年我在长白山上就到了 早就已经参破了天际 若不是我参破天际 这些事情恐怕早就尘封起来了 大兰 你的意思可是现在那个天下无梢穷顶之下 第一人万福庆帝的位置 也是你师父给的 正是如此 二十年前 我师父让他代掌黄泉之位 二十年后 他也应该还回来 你找死 谋逆者 死 倒反天坑 哪怕今日 我不顾一切 我也要与你 玉石俱分 你好大的胆子 圣语 庆帝赐你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 今日 庆帝受你 你还敢坐视不理 林阳 快走 你走不了 我怎么不留 拜见陛下 拜见陛下 亲弟 什么事您怎么来了 主下办事不立 实力不济 还请亲弟先回去休息 这里的事我马上解决 你可知罪 知罪 林阳他口无遮拦 还请亲弟念在我魏龙波 肚子这么多的份上 让他这一命 你就是圣女的侄子吧 大胆狂徒 亲弟亲自 竟然还敢坐在那里 闻思不动 我这椅子太小了 亲弟的威严太深了 我何得何道 让亲弟屈尊于子 归根结底 你是没有把亲弟放在眼里 亲弟亲自 你竟然还不愿意让 林阳 让开 林阳 快起来 不要让亲弟敢等着 林阳 你快起来啊 不必 我身为亲弟 不会为这么一点小事 更是计较的 必项海量 但是 干什么的 他都说了他不做了 那就不必做 现在开始了 开始什么 现在开始很白 我让你坐在这 只看你年纪轻轻 一入大宗师境 让我坦白成宽 你好大的男子 林阳拿着鸡谋当令箭 陛下 附龙请命 斩杀林阳 以及包庇他的圣女 我看到中州有异象 就想到附龙肯定是被人打败 我还才想到中州定有高人出山 可没想到是一个年轻人 更没想到是这个年轻人竟然出此狂妄 继续编 我听着 你不要以为我稀才 你就可以有时容红 真有意思 继续编 是 什么 圣武大人 你要替这个乱臣贼子的说话吗 到天刚一下犯上 灭情出的罪 还请轻敌看在我为龙国付出这么多的波上 让我劝他一散 不要站起来 小人 树南从业 我这身把今天太阳起步了 你起步了 牵连的不仅你我 还有刘婉瑜 张婉宁 甚至还有张家上万条人命 我若是起来了 那害的是整个龙国的百姓 都怪我 一直把你放在身上 让你空寻了身本事 却没寻会为人的处事 林阳多有冒犯 是宋言管家无方 还请庆帝直接刺死我 一命 一命 这么有意思的人 我还从未见过 我今天倒要看看 他要干什么 我师父曾经病毒的血气 若血气之人在二十年以后 能够履行约定 自然可以境界飞升 辱长白山仙岛 若他不履行血气呢 一 道破 二 全散要灭 三 人亡 道破全散人亡 好好好 倒要看看 这血气 这天前 神有这么厉害 林阳 你真是疯了 问权是在龙国 谁比他大庆帝 哪怕你那个高高在上的小姨 在庆帝面前也不过是一条野狗 不得不承认你的想象力非常丰富 你的意思是那十二家的天前不针对他们只针对我 十二成还用不到天穷 懂啊 可你不知道 这龙国四大终身 我是其中之一 你拿什么跟我斗 哼 多付你 我连手都不出 那你要怎么删掉 让我伸手到战 我只问你一句 二十年前的血气 你今日是否履行 黄迈我会带回长白山 二十年后度过天节 便会回来重掌大权 而这期间由你代掌黄泉 明白 记住 到时候你需精心辅佐于他 若违背血气 这上天就是你最大的敌人 什么血气 我不知道 黎阳你别再胡来了 兄弟你可想好了 我有什么想不好的 这二十年来 我兴兴业业 勤肯为民 其实你一句胡话就能替代的 今天就办最后一件事 那就是为民出开 你快点我养活你 怎么可能 一身修为 大法中施之手 竟然伤不了你 松口 不是你伤不到 而是你的修为已经散尽 这怎么可能 难道 真有偏见 黎阳 你师父 当您定下的血气 到底是什么 一个将死之 让他代掌权贵 你放肆 我的修为并未善尽 即便就是我的修为善尽了 我龙国还有十万诸师 只要我一声令下 他们就可以把你五马分尸 碎尸万断 是吗 二十年前你遵守了血气 所以你才有了权倾天下 一手遮天之脑 而你现在呢 违背了血气 违背了我师父自斩的神脉 你大可适时 没了我师父的神脉注意 你还算了什么东西 来人 风之龙位 转场出根 龙位到 林阳 你听到了吗 龙国境内遍布龙位 庆帝一声令笑 你能失手就中 报 怎么 只来你一个人 报庆帝 及时成报 什么急事 能比我剿灭乱臣贼子 更重要 报庆帝 北江告急 十大戍边战争 战死 什么 报 庆帝 西江被迫 与战山连赏 人为富 什么 报 报庆帝 南方告破 无一生还 什么 报 这回有好消息了吧 东江 东江 没有战事吧 没战事 那就是好事啊 报 报庆帝 东方岛屿 东方海啸 被 被烟墨车 听起来 皇上崩溃 大事已去啊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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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绝对不可能 你一人靠天命 无数人陪着你 走呀 今日 你这个戴长之恶 名存实恶 二十年前 我师父真是瞎了你 看上你这种 哎呀 什么破天命 我这辈子 姓奉 我命有我 不用天 到 你破 全已散 现在到 人亡了 兄弟 属下不知 真龙将士 愿 真龙原谅 这么说 你才是皇城血脉 二十年前 你师父带你离开 是为了度过天节 小姨 具体事宜 我不行 那岂不是 你要取代庆帝的位置 丽雅 我知道你很厉害 但是没想到 连庆帝都只是 带长你的位置 天谴将至 我需要避过 度过女前 可这庆帝之位 不可一日无主 小姨 从现在开始 你来坐这个位置 你疯了 你身上 有了母亲的皇族血脉 也算皇室之隐 可我是女子 女人怎么了 我小姨 那以后一定是 名垂千古的女弟 没有可是 这可不像是我印象中的小姨 二十年前 我师父把我带回长白山 是有具体原因的 其一原因 是为了躲避天井 另层原因 是和我父母失踪的 二十年前 那头巨龙 在长白山陨落 随后我师父 把我带回长白山 我有预告 我父母一定还活着 我林阳 一定要找到他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计划